刘家太太啊 刘太太家啊 还能听着说啊 啊 我就是昨天看你的视频 昨天老有提醒了 结果没联系上 就是说那个医疗过度那个 检查那个事儿 能聊吗啊 你咋们你有这事儿啊 我是对 最近有了 啊 最近有 那你视频举报不就完了吗 你跟我聊啥干啥 就讨论一下这事儿嘛 啊 讨论啥呀 咱们现在 就是当时嘛 我那视频就看到 看到 看完了也 也没啥结果 看出 这是咋的 你有过度医疗了 你感受过度医疗了 不是 我是 十几年前 我母亲那个 我那个脑梗 然后过度 感觉是给那个过度检查了 啊 你感觉是 对 因为是持工证嘛 啊 同一天 脑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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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梗做持工证不应该做 做了 对 你听我说啊 不应该做吗 做 对 应该做 你听我说完 啥意思啊 啊 这咋这个中医院做完了 然后嘛 转院了 就是 现医院让我们 上市医院去 到市医院人家说这个没用了 后面就隔了一个小时左右 就在重新做 什么东西 再说一遍 什么东西没用了 就在县医院做的那个检查嘛 啊 做的持工证 对 完了 转到新的医院 做没 那个说没用了 得重新做一遍 你觉得不行 对对对 你觉得不对 哥们 脑梗是啥 你知道吗 知道 最后反正花老多钱才知道 不是花老多钱的问题 你这人就明显就刚才我说那种 离钱太近 离书太远 咱们现在讨论书的层面 脑梗是怎么回事 知不知道 对脑血管的问题 我告诉你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啊 在我们脑子里面遍布很多毛细血管 明白吧 毛细血管 也遍布着很多只干和主干 明白吧 它是其中一个部分 比如说这儿啊 秋脑 秋脑这个地方它哪堵住了 它这个堵住以后会影响什么呢 影响在脑子上这个这个皮层里面 所针对的区域的这个管的功能 因为我们整个功能都在脑子里面 比如说你正好堵住了那个说话的功能 那你看他别的他都行 说不了话 它如果堵住了行动的这一块这个地方啊 秋脑这个地方 你可能就动不了 明白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先理解它是啥 那这个血栓脑脑子里面这个栓是怎么栓塞是怎么形成的你知道吗 这个我的活泡有点 由于平时你的饮食习惯以及你存不存在先天的先天的心脑血管追路狭窄 就是说是我先天的管就不比别人宽 我平时吃的东西比如说过咸 导致我血管帮硬 哎 我再抽点烟 挂点烟胶油 我再吃再吃点这个油腻的 我再有点胖 这个血管其实我们正常人来讲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栓塞 可能很小啊 可能很大这在心脏也好在脑袋吧都可能有 明白吧 那当发生这种事的时候 这栓塞就啥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水管子 这个水管子现在有有点堵 下水不是那么顺畅 我们正常人都会随着年龄变得下水没那么顺畅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衰老老了以后行动力不如年轻 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在他堵上半堵死没堵死 甚至堵上了以后没堵石上 这个时候可以这么说 一秒钟一个变化 听懂吗 一秒钟一个变化 那么 如果说啊 就是你作为医院来讲是转院了需要重新拍片 我首先告诉你为什么要重新拍片 到新的医院如果不给你重新拍片 用老的医院的片去治的话 假设说你这栓塞现在通开了 但是到下面这个位置了 栓到这了 变成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我用你的老的片 我去治病 如果发生医疗事故的话 你知道谁负责吗 这个应该是医院了 那是肯定医院 那你知道是老医院负责 还是新医院负责吗 首先这是从人家的层面来讲 谁来负责 第二点 如果咱们说你老的医院这个片 我不是亲眼看着你拿的这个片 假如说什么拿错了也好 没拍对也罢 角度不行也罢 或者是不符合现在这个东西 秉着对你负责的情况来看 我需不需要重新抬贫 这么说 我有点理解了 好那你告诉我上 那昨天你也吃饭了 今天你也吃饭了 今天吃第七个包 我吃饱了 昨天的饭不应该交钱 今天前六个包子也不应该交钱 就应该只要交今天第七个包子钱 能对吗 检查的意义是什么 检查意义就是说 我是不是存在过度检查 过度医疗 基本上这件事在社会上发生 可以这么说 99.9%的人都是啥呢 干着打螺丝的活 操着什么心呢 操着人家 另外一种打螺丝 就是医生给你骨头里面打螺丝的心 干着打螺丝的活 操着打螺丝的心 你们根本打的不是一个螺丝 你的认知根本理解不了 脑子里面的脑梗 脑梗和脑出血是不一样的 明白吧 所以这种东西都需要重 就是不实时关注你现在的动态 你现在是什么样 甚至你等到进来ICU可以这么说 等于再天天抬 懂了吧 我是稍等一下 我是跟你解释 不是说之前那事 这前两天我同事嘛 被车给撞了 就上医院嘛 然后检查了好几次 就是磁工证嘛 就上我一个下我一个 我感觉这个就是有点过来 有点过来 那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他被车给撞了 摔倒了 帮碰一下脑袋 刚站起来啥事没有 此时啊 他的皮下 就是脑神经 皮下渗血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但是他现在站起来啥事没有 他没有呕吐感 他双手抓握有力 我跟你现在说 都是医疗上专用的啊 如果一个人摔倒了 岁数大点 他要现在握力不足 他要感觉恶心 现在已经是明显脑出血了 如果他现在不存在这个 由于他年轻了 他的血管只是轻微破裂 甚至没有影响 等会坐车上了 他感觉迷糊了 然后在车一开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有点想吐 是不是晕车了 撞了一下 结果到家了以后脑出血了 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事啊 是真实发生的 听懂了吗 所以上午做一个 下午做一个没毛病 你既然想断定这个车祸 今天我俩就要撕了 就签这个字 到底是我撕了 还是他继续 他完事 他完事可以走了 还是我得继续去看这个病 你在签这个字之前 必须得上午看一遍 下午看一遍 你有没有出血点 有没有肾开 明白吗 就这么简单 就说单说出血点 单说是不是脑出血 其他功能不说 哪个功能都得查 不是 他不摔脑袋了 他腿 就磕了一下 我感觉他有点 你小题大做 咱就别说你上医院 做两面检查的问题了 小题大做的话 你当场就直接就拿一购物 拿五百块钱走就完了 你后面死了 你别找人 你不就完事了吗 我是上医院嘛 跟他一块去了 完了 做检查不应该 应该 那我这么问你吧 假设说 上午做这面检查 没管 下午出事了 但是人家说 拿上午检查看 没问题 你回家吧 完了 你这边也跟人签字了 私表了 完事了 赔你一千五百块钱 晚上觉得不得劲了 完了 结果鼓裂了 晚上回家一上床 一蹬腿 不行了 腿不能动不了了 鼓裂了 对吧 磕下腿 鼓裂了 回来你是找医院负责 还是找人 当事人 人能给你负责 你说吧 找谁给你负责 我这样一解 行 我跟你说一下经过吧 英文 我不听经过 我就问你找谁负责 出这事找谁负责 那你这么说 你说多少检查都 都没问题 合理呀 有啥不合理 所以什么叫过度医疗啊 你这种就是典型的啥 知识太少 逼事太多啊 听懂了吧 你别说 你可能可能不好听 哥们 你这纯是 知识少事还多吗 是 对吧 没错吧 我到时候没人负责的时候 出来喊哭爹喊娘了 啊 这社会还有没有天理了 做了不负责 医院给我误诊了 没检查出来 不是你们这副罪脸吗 啊 检查了不对 啊 不检查就对了 行不行 别干了你那个 打罗斯这活 操心人家打罗斯的事 行不行 啊 认知有那个缺陷 不行的话 以后有事 那个就找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腰困 腰换坏腿换坏 找个跳大神的 给你跳一下不就好了吗 这多包准啊 从根源并除吗 医生难当 国内医生很难当 说完了啥呢 很多老百姓像他一样 就像你们说 土太多水太少 一滩稀泥 但是呢 我硬认为我能理解 我懂 就是没必要 你不做不做不做名 还没检查出来 你还我妈命 我忙死你 我从楼跳去 咱们的医生 像美国似的 一年挣什么 五十万美金 挣五十万 人民密度的不仅要问 你就最小吧 最小说啥 望月格说 你脚麻 都有可能是因为 脑血酸 这个话 就不是谁都能接受的了 从医学上 绝对负责的角度上来讲 你此时此刻 如果发烧体质温高于正常人 你都有可能是癌变导致的身体细胞对抗 所以导致发烧 检查没毛病 对吧 但是到他们嘴里面上 我发烧 我们得癌了 这就是典型 土太多 水太少 出来 好 各位 诞3 诞7